水泥地、草地、柏佑地 在不同性质的场地都有其擅长的人存在 但要说在红土之上 只有这个人舍他骑谁 他就是红土之王 RAFAEL NADAL 西班牙是欧洲著名的体育强权国家 他们的体育队伍更是有着无敌舰队之称 但这个称号仅限于篮球和足球上 因为这两项运动是西班牙最盛行的体育活动 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孩 只要是西班牙人 一定都有想成为足球或篮球选手的梦想 当然纳达尔也不例外 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足球选手 纳达尔出生自西班牙的马略卡岛 是西班牙位于地中海的一个离岛 但文化风情基本上和西班牙本土没有差异 岛上甚至还有自己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那可想而知在这座岛上所风行的运动 仍然是西班牙的国球足球为主 尤其在纳达尔家更是如此 因为他还有一个正在做足球选手的叔叔 而叔叔也透过自己的关系 带纳达尔去见了当时足球场上最伟大的球星 罗纳杜 因此纳达尔将来的置业 可说几乎笃定就是足球选手了 纳达尔从小就展现了运动天赋 他有速度 有爆发力 反应也很迅速 简直就是天生的运动健将 这让他对任何运动都会拿受 其中他最擅长的就是足球以及 网球 事实上纳达尔还有另一个叔叔 正在做网球教练 这个叔叔比做足球选手的叔叔 更早就发现了纳达尔的潜能 所以几乎是从纳达尔刚学会走路后 就开始教他打网球了 因此比起足球 纳达尔打网球的球龄更长 相对的也更快就展露了成为职业的才能 在纳达尔上国中的时候 他面临到的抉择 父母因为担心他都在运动而荒废课业 于是要他钻研在其中一项运动 或许家中的人都认为他会选足球 毕竟西班牙人怎么可能不首选足球 但纳达尔却做出了令人想不到的决定 甚至这对他来说 其实一点也不是困难的决定 因为他喜欢网球更胜足球 网球这项运动能完全的超知在己 他喜欢一个人尽力的去克服重重障障碍 使出浑身解数打败对手 他认为网球这项运动更符合他的个性 于是他毅然决然的舍弃了足球 选择踏上网球大师之路 从小就有运动天赋 加上网球教练的叔叔专业化的教导 使得纳达尔在同龄小孩中总是特别突出 但突出的并非是他的球技 而是他在打网球时 以左手作为惯用手 所带来的天然优势 事实上纳达尔是天生的右撇子 他做的任何事也都是右手最拿手 但神奇的是打网球时 他却是用左手 这起因于叔叔在他小时候就叫他用左手打球 因为网球界的右撇子居多 大家早就习惯了右手对右手的对战 如果这时出现了一名左手持拍的球员 就会让右撇子们难以适应 接球的角度和深度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多半认为网球场上左撇子较为有力 也才使得纳达尔从小就被训练以左手持拍 纳达尔也靠着这项优势绿绿打出夹击 随着他的球迹越来越纯熟 在他刚满15岁之际就正式的成为了一名职业网球选手 开始征战各大网球赛事 纳达尔转职业后 也很快就以惊人的实力打出成绩 他在家乡举办的ATP250分赛事 马略卡岛冠军赛场 暴冷击败了当时世界排名第81的德尔加多 成为史上第9位在16岁前就拿下公开赛胜利的选手 而这边也简单解释一下ATP的排名和积分制度 职业网球协会ATP将旗下的赛事层层分级 每个层级的赛事都有其对应的冠军积分数 例如纳达尔最早参加的马略卡岛冠军赛 就是一项冠军积分250点的赛事 也就是只要拿到冠军就能获得250点的排名积分 俗称ATP250 除了冠军之外的选手 只要至少晋级到第二轮也会有积分 只是积分当然会比冠军来的少 而冠军积分越高的比赛 通常参赛选手就越多也越强 所以ATP250其实只是属于中低层级的赛事 上面还有ATP500的巡辉赛 ATP1000的大师赛 和ATP1500的巡辉总决赛 以及最高层级ATP2000的四大满关赛 选手们就会透过参加各种这样的积分赛事 来赚取并累积自己的积分 积分越高世界排名也就越高 虽然在职业生产初期 不会刻意的去追求排名和积分 但纳达尔无疑也靠这次排名上课下的经验 为自己建立起了信心 所以在同年10月 他又在巴塞隆纳挑战赛上 打败了当时世界排名第76的蒙塔烈士 证明他上次在家乡的胜利并不是侥幸 而在之后的一年里 纳达尔又陆续拍录了前100名的好手 甚至当时世界排名第7的科斯塔也被他给挤落 世界排名第4的莫亚也败在他手里 他的排名也因此迅速从数百名之外 串升到第76 而此时的他还只是一名未成年 却无疑已经是名令人惧怕的高排名杀兽 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这名青少年潜藏的力量 尤其当他站在泥土地上时 他的表现往往就会变得更好 打败世界第70的蒙地卡罗大师赛 就是泥土地 打败世界第40的汉堡大师赛 也是泥土地 他似乎有股特别的力量 使得他总是能在泥土地上无往不利 而正当人们还在压抑纳达尔在泥土地上的表现时 他已经开始往更高的目标迈进 在2004年的迈阿密大师赛上 纳达尔跌破众人眼镜的 拍录了当时世界排名第1的罗杰·费德勒 并且还会比打败世界第1更重要的是 这还是一场非泥土地的印地比赛 证明了纳达尔不是泥土地特别强而已 网球球场有分三种地址 分别是印地 也就是水泥地 和历史最悠久的草地 以及欧洲国家大多数使用的泥土地 三种不同的地址对球的速度和弹跳就有显著的差异 因此就会对选手的表现造成影响 例如费德勒出道以来就一直被公认是草地和印地的佼佼者 而纳达尔则是因为都在欧洲征战 所以比较擅长打泥土地 所以才会说新秀纳达尔在印地上打败费德勒令人惊艳 而这个胜利的惊艳对纳达尔来说更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他不再畏惧打非泥土地的比赛 并且他也似乎做好了准备 准备要在接下来的大型比赛上 让世界见识到他的崛起 费德勒虽然在大师赛暴冷被纳达尔打败 但他的排名并没有因此被动摇 他依然是世界最具宰致力的球王 尤其当他进到大赛的状态之中 那更是没有人能从他手中抢走冠军奖杯 直到纳达尔向他发起挑战 2005年5月 四大满贯赛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正式开打 纵使这并非纳达尔第一次打大满贯赛 但却是他生涯第一次打法王 他本来在两年前就想参加了 因为这是他最想参加的大满贯赛 但当时他伤了自己的手走所以只要放弃 一年后他又在赛前伤了他的脚踝 导致他接连错过了两次参加机会 直到2005年他才终于以满血的状态参战 并才终于有人能对费德勒带来威胁 而为什么纳达尔终于能打法王这么重要 因为法王是四大满贯赛中唯一的红土球场 这也正是他最擅长的泥土场地 无疑是最能彰显他实力的地方 所以参加法王不仅是一了了他的心愿 也是网谈传奇准备诞生的瞬间 纳达尔的法王出等板就像是一头猛牛出杂 前三轮以一盘未失的绝佳手感晋级16强 16强赛和8强赛也分别击败了世界排名前30的好手 直到准决赛上遇上了一辈子的树敌费德勒 才终于面对到了考验 费德勒到底也是赛会的第一种制 展现出了沉着又强大的表现 但在红土之上纳达尔还是技高一筹 不管是集球的品质还是接球的处力 都要比费德勒做得更好 最后纳达尔就在第四盘收下了比赛胜利 晋级到决赛 这也是他生涯第二次击败球王费德勒 在费德勒败下阵后 拿下法王冠军对纳达尔来说势在必行 尽管决赛的第一盘就陷入到了抢7大战 甚至还被对手给率先抢下第一盘 但第二盘之后纳达尔就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连下三盘拿下比赛 法王最后就是由第一次参赛的纳达尔夺冠 纳达尔以19岁的智林 成为了15年来最年轻的大满冠冠军 赛后2000点积分的进账 更让他的排名一口气崇尚了世界第3 他这颗耀眼的网坛星星快速的崛起 为那个费德勒宰致的时代 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势力 只是他这种高张力的表现却没能马上延续 在紧接而来同样为四大满冠赛之一的 温布顿网球锦标赛 换他爆冷的在第二轮就被淘汰 两个月后又在美国举行的另一场大满冠赛 美国网球公开赛 再度的在32强就煞雨而归 离开泥土场地后的表现起伏不定 就是他职业生涯初期的一大灶门 纵使如此 他仍旧在不少大试赛和ATB500的比赛上拿下冠军 慢慢的积累自己的积分 并终于在2005年末战上了世界第2 距离世界第一 距离球王费德勒 仅仅只剩一步之咬 但要想从费德勒的手里抢奏王者宝座 势必就得再和他正面一较高下 并阻止他残联大满冠的冠军 当然纳达尔也知道这点 所以从2006年开始 围棋整整三年的球王王位之争 将正式拉开序幕 瑞士特快车费德勒 在2006年初就上井发条 接连拿下了两座大试赛和大满冠奥王的冠军 这段期间他犹如尽到了绝对领域 没有人能从他手中抢走胜利 只有一头蛮牛突然的从旁杀出 那就是纳达尔 纳达尔在年初和费德勒交手了两次 两次都在决赛取得胜利 成为网坛唯一能阻止球王称霸的男人 纳达尔也带着这股气势 一举前进他的主战场法王 这些法王吸引了无数球迷的目光 尤其世界前二种子的对抗更是一大焦点 赛前虽然费德勒气势如虹 稳坐世界球王的宝座 但纳达尔却完全没落于下风 因为他也才刚拿下三场红土赛的冠军 可随时提前为红土的大满贯法王做足了准备 两人都保持着绝佳状态一路过关斩将 几乎没有悬念的双双挺进到决赛 这是两人第一次在大满贯的决赛交手 终于能正式的分个高地 但决赛的第一盘却出乎大家的意料 费德勒竟然在红土上完全的压制住了纳达尔 屡屡破了他的发球局 打了他毫无还手之力 并以悬殊的6比1差距率先抢下第一盘 球王看似会轻松的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但到了第二盘赛况就整个风云变色 纳达尔马上针对第一盘的状况进行调整 从被动转换为主动 换他一再的迫使费德勒食物破发球局 形同环影颜色盘的也以6比1差距拿下第二盘 此时虽然双方看似势均立敌 但纳达尔的气势已经越打越旺 球王也不能再有所保留了 第三盘费德勒就开始提升自己的表现 尝试再次攻破纳达尔的发球局 但总是都被一一化解 就这样第三盘还是被纳达尔给保住 只要再下一盘 纳达尔就能带走比赛的胜利 费德勒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开始用吸力的发球 试图抢回比赛的主导权 第四盘也因此陷入到了死缠烂打的焦土战 双方你一局我一局的互不相让 硬生生的逼出了抢7大战 而面对球王的步不禁笔 纳达尔只能靠着意志力和平静奋力一搏 最后他成功的在抢7大战中获胜 并如是中斧般的躺在球场中央 看得出这位冠军 甚至要比他的第一座冠军还要更兴奋 因为他终于在最高成绩的赛事 打费费德勒 此刻开始他已经是足以和球王匹敌的网谈巨型 虽然他还未能登机为新科球王 但在他再次捧起发王奖杯的那一刹那 他就已经是红土球场上的神话 在2006年的发王结束后 虽然积分上纳达尔还未能取代费德勒成为第一 但人们已经开始在探讨究竟有谁 能在红土上击败纳达尔 因为从2005年开始 他就分别残念了四座红土大石赛 和两座红土大满贯的冠军 基本上在红土之上 他就是最强的存在 而为何纳达尔在红土球场会特别强 倒也不是没有原因 甚至说就跟他的打球方式息息相关 纳达尔最著名的击球方式 就是正手拍上旋球 这种击球方式因为球的转速非常大 对手反击时就会因为难以控制而打不好 但这种击球方式跟红土场地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土壤会减换球的行进速度 这就让纳达尔有更长的时间做出击球准备 进而确保每次都能精准集出高品责的上旋球 再加上球在土壤上的弹性比较高 上旋弹起的幅度就会比其他地质的场地来得大 那对手自然就更难处以上旋球 因此红土球场可说是最适合纳达尔急球而求唱 甚至纳达尔经常的以滑步的方式来救球 土壤也能因此成为缓冲 有效减轻滑行时对脚步造成的伤害 让他能更经常性的利用滑步来救球 才能因此屡屡打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好球 所以红土球场不仅是对他的打法有利 这世上恐怕也没有人能像他一样 将红土的特性给发挥到这么淋漓尽致了 但纳达尔并不是只在红土球场抢 要想站上世界第一的位置 就必须也在其他的球场打出佳击 而他之后也将会在其他大满观赛证明这一点 2006年的温布顿网球竞标赛 是纳达尔第一次在飞法王的大满观赛打到决赛 并且再次和费德勒在决赛碰头 只是费德勒毕竟有草地之王之称 在草地球场的温望就没有人能与之争锋了 所以纳达尔便败下了阵来 看来他似乎还是只能靠红土球场来挽回颜面 自从2007年后开始的一整年 纳达尔就一直努力拼命的追赶 虽然他拿下了三座大赤赛和连霸的大满观法王 但他的积分始终就追不上费德勒 使得他成为了万年的老二 直到2008年他残年了第四座法王冠军后 才终于有机会挑战世界第一的宝座 2008年纳达尔在法王追评了历史记录 成为史上第二位选手在法王四连霸 他也下着这股气势 进军英国伦敦温布顿 纳达尔在这届温望表现有别于遗忘 前六轮的比赛只丢失了一盘 以近乎统治的表现杀入决赛 而在决赛上他也碰到了一如既往的死对头 那位过去两年都在温望决赛挡下他的费德勒 真是说什么都不能再输给同样的对手了 只见一开赛纳达尔就展现了必胜的决心 率先抢下了头两盘 但费德勒也不甘示弱 在第三和第四盘连续的抢7弹当中胜出 逼出了决胜第五盘 在第五盘两人又是你来我往毫不想让 打到了延长再延长 才终于被纳达尔给爆走冠军 这场比赛成为了温望的经典 因为历史了近五个小时才终于分出胜负 是温望南丹史上打最久的一场决赛 重点是红土之王竟然在草地上打败草地之王 也是纳达尔第一座的非法王大满冠冠军 而在温望结束了两个月后 恰逢四年一度的夏季奥运会 纳达尔也代表西班牙参加男子网球单打的比赛 并毫无悬念的拿下了奥运金牌 是西班牙网球时的第一面奥运金牌 纳达尔不只是靠着这面金牌 奠定了自己在西班牙的地位 他的世界排名也在奥运过后 终于站上了第一位 虽然纳达尔刚成为球王 但其实他的积分领先并没有想象中的多 只要一场的大满冠或两三场的大实赛 都有可能让名次再次洗牌 甚至不只是费德勒 排名第三的选手也在蠢蠢欲动 所以纳达尔若要保持住球王大位 势必得继续拿下大赛的冠军 而他也很快就做到了这点 2009年出的大满冠奥王 是纳达尔生涯首度打进奥王决赛 并在决赛上又碰到了他的死对头费德勒 这次双方的对决还是一场五盘四个小时的大战 最终纳达尔成功捍卫住了自己球王的宝珠 拿下了生涯第一座奥王冠军 至此他在过去的一年之内 分别拿下了法王温王奥运和奥王冠军 只差最后一个大满冠梅王 就能完成生涯金满冠的成就 而如果是在一年之内达成 那更是男子网球史无前例的创举 可惜就差了一个大满冠梅王 但纳达尔不只是迟程未能拿下梅王冠军 在2009年他的主场法王 也令人跌破眼镜的爆冷在16强就出局 结束了他的法王不败神话 事实上纳达尔这次在法王失利 要远比账面更可惜 因为他不只错失了连五年称霸法王的新记录 他所保有最长的法王连胜记录也宣告中断 重点是在扫着他的威胁下 费德勒就轻松惬意的拿下了法王冠军 这还是费德勒生涯第一座的法王冠军 使得他也因此找了纳达尔一步 完成了生涯全满贯的成就 而法王之后世界排名果然再次洗牌 费德勒夺回了球王宝座 纳达尔则再次重回了挑战者的身份 这无疑也燃起了他的斗志 在2010年时达到了生涯最巅峰的状态 虽然2010年纳达尔未能蝉联奥王冠军 但接下来的三场红土大失赛 他全部都拿下了冠军 并再度来到了法王准备一雪前吃 这年的法王堪称是纳达尔生涯表现最好的一届 他展现了比过往更强大的欺图心 以完全没有输掉任何一盘的情况下 强势抢回了法王冠军 网球界四大红土赛事 被纳达尔一口气给横哨 除了再次证明他是红土的王者之外 他的世界排名也回到了第一位 但他没有停下脚步 紧接着在温网也拿下了冠军 并在他一直未能开湖的美网首度获得冠军 他很快的就追上了费德勒 以仅仅晚他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生涯全满冠 而如果算上奥运金牌成为金满冠的话 那更是超越了费德勒 史上第二位做到了男子选手 这一年纳达尔的表现有目共睹 甚至连他自己都表示这是他状态最好的一年 只是当他再度登上第一的同时 有一人早已埋伏在后 异军吐气 事迹抢下他的球王之位 纳达尔的宿敌已经不会再是费德勒了 因为从此刻开始 将改由乔科为奇接任 从2011年年初开始 纳达尔就面临到了巨大的挑战 先是在奥网实力 接下来参加了五场大师赛 有四场都插了临门一脚 在决赛败下阵来 这当中还有两场使他过去称霸的红土赛事 只是不是他的状态不好 他也没有掉以轻心 而是因为他都输给了同一个强敌 那个一直埋伏在世界第三的 乔科为奇 纳达尔好不容易登机为球王 却又冒出了非常强悍的乔科为奇 甚至连拿手的红土赛都要因为他而不保 球王头衔可以让人 但红土之王不容易被动摇 于是在接连的大赛实力后 纳达尔就把重心都放在了老战场 法王 发誓一定要给乔科为奇好看 只是这些法王 纳达尔也打得非常艰辛 在第一轮就差点爆冷出去 最后和对手缠斗了四个小时才勉强进击 在挺过了第一轮的乱流之后 接下来的比赛就渐入夹击 纳达尔无压力的打到了决赛 但决赛的对手反而就不是乔科为奇了 而是又遇见了老对手费德勒 虽然费德勒始终还是一方之霸 但两人过去交手的次数多 纳达尔早已知道在红土之上该怎么对付他 所以连霸法王冠军势在必行 但两人还是展开了一场高张力的对决 费德勒甚至还率先破了纳达尔的发球局 吓出了纳达尔一身冷汗 但纳达尔也很快就加温手干 回破了费德勒好几个发球局并抢回了第一盘 两人从第一球开始就打得有来有往 这行比赛就像是纳达尔整年度的缩影 仍然是一场艰辛的战役 而终于在经过了四盘的惨斗后 纳达尔还是拿下了最终的胜利 拿下他生涯的第六座法王冠军 单一大满贯六次问鼎冠军 是法王四十年来第二次有人办到 也总算是让纳达尔饱座的球王 以及红土之王的颜面 只是这个好手感并没有维持太久 在马上到来的温网决赛上 他就再次的被乔科维棋给排落 球王之位也因此一阻 而后来没网的结果也是如此 纵使纳达尔一再的打进了决赛 但就是无法突破乔科维棋这关 纳达尔虽然不是只会打红土大满贯 但乔科维棋就像他的心魔一样 让他始终就是无法在红土之外突破这道关卡 至于两人之间最经典的战役 那绝对是2012年的奥王 2012年奥王 纳达尔强势的打进了决赛 碰头的对手 当然还是那个熟悉的男人 乔科维棋 但这次纳达尔不想再输给他了 从第一盘开始 双方就打了你死我活 纳达尔甚至还率先抢下了第一盘 但乔科维棋马上就连赶两盘 再度取得上风 并在第四盘 差点就打到了赛末点 但硬生生被纳达尔给救了回来 纳达尔最著名的就是他顽强的斗志 以及他绝处逢生时的精彩表现 所以他才能因此把战局给拖进决胜的第五盘 第五盘双方再次陷入到胶左战 打到最后的抢7才分出胜负 只是冠军最后还是落到了乔科维棋手中 虽然纳达尔还是没人在决赛打败乔科维棋 但这场奥王决赛已经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记录 是所有大满贯决赛耗时最久的一场比赛 两人打了将近6个小时 打到了当地时间凌晨1点半才分出高下 有些观众甚至在场边都快要睡着了 就知道这场比赛有多么煎熬 当然最累的莫过于在场上拼战了两人 颁奖仪式上他们俩甚至都快要站不住脚 两人赛后也都表示只想赶快休息 而这场比赛之所以打这么久 就在于双方都不想输给对方 彼此都拿出了最棒的表现来应战 使得2012年的奥王决赛 被誉为是网球公开化以来 最经典也最伟大的一场比赛 纳达尔虽然还是没能赢过乔克维奇 但自从双方进行了一次史诗级的大战之后 他也逐渐知道该如何克敌制胜了 两人在2012年的法王决赛再次碰头 这两年大赛的决赛几乎都被这两人所包办 使得决赛之争基本上等同球王王位之争 而终于这次法王被纳达尔给搬回了一层 虽然这场球赢得一点也不轻松 因为乔克维奇也跟纳达尔一样 是一名韧性十足时常上演精彩旧球的强者 但每当纳达尔踏上这座红土的最高殿堂 他就会发挥出200%的实力 让人无法轻易在红土之上击败他 在纳达尔拿下了生涯第七座的法王冠军后 他也成为了单一大满冠获得最多冠军的选手 只是这个记录很快也在两个月后的温望 被废德勒给追上 而讲到温望 纳达尔当然也有参加 但却大爆冷在第二轮就被排名100名的选手给排落 事实上在这年的法王结束后 纳达尔的身体就出现了状况 导致他接下来的表现每况愈下 而在温望失利后 他索性就取消了之后所有的参赛 当中也包括了2012年的奥运 并黯然的结束了这个球季 虽然这一年对纳达尔来说是煎熬的一年 但他已经在积极的附件重振旗鼓 准备在新的球季再次冲击网球界 2013年初纳达尔以世界排名第五支支展开球季 这是他过去7年来最低的名次 但对从小就喜爱接受挑战了他来说 这个处境反而再好不过 因为他能再次一场逆袭的职位 这一年纳达尔状况绝佳 就像一头西班牙蛮牛猛力出击 在9月之前参加了6场大师赛 就拿下了5座冠军 3场大满冠也拿下了2座冠军 他的世界排名也因此跻身回第二位 而尽管拿下第8座法王冠军是一项创举 但对纳达尔来说 更重要的或许是接下来的梅王 因为他终于在非红土的决赛上 拍录了过去两年 一直阻挡在前的乔科维奇 在梅王冠军到手后 就几乎确定纳达尔将再次问鼎球王宝座 纵死之后的几场大师赛 纳达尔都没能再拿下冠军 反倒是乔科维奇家族玛丽连续拿了3座冠军 但有趣的一幕却发生了 纳达尔在中国公开赛的决赛输给了乔科维奇 赛后两人的排名却黄金交叉了 使得输球的纳达尔反而登上球王 而会发生这个状况就是因为积分有时效性 乔科维奇前一年的积分正好在这时时时效 至于纳达尔的积分则几乎都是在今年打下来的 这才使得他虽然输了这场球 却在赛后再次的成为世界球王 再次重回世界第一的纳达尔 2014年的目标有两个 一个是维持住自己的名次 另一个则是角逐第九座连续第五座的法王冠军 只是2014年一出师就不利 年初的奥网虽然纳达尔一路打进了决赛 甚至还击败了南产的老对手费德勒 但他却在决赛上败给了费德勒的同胞瓦琳卡 错失了拿下奥网冠军的机会 接着他又参加了五场大师赛 结果只有马德里大师赛拿下冠军 因为只有这场大师赛除了他之外 就没有其他世界前四强的选手参加了 这才让他有机会拿下大师赛冠军 而眼看世界第一的排名告急 唯一能替他讨回颜面的 还是只有法王 纳达尔总算找回了过去的宰之力 在这些法王以一盘未射的状态打进八强 八强赛之后总共也只丢掉一盘挺进决赛 决赛时又面对到了过去几年的死敌 乔科维奇 两人目前也还是分属世界第一和第二 势必得透过这场法王来一较高下 乔科维奇是纳达尔在宏图赛场上碰到最顽强的对手 第一盘就打了纳达尔难以招架 而眼看乔科维奇的球迹又更上层楼 自己似乎无法再用过往的方式来打败他 于是纳达尔在第二盘开始改变了打法 手气掉站在底线和对手互仇 采用更积极进攻的方式 用拿手的正手派打出大对角选球 让擅长救球的乔科维奇连救球的机会都没有 就这样纳达尔渐入佳境 赛况逐渐对他有利最后他连赶三盘拿下了比赛 再次的成为法王冠军 连续五年称霸法王写下了新油 但除此之外 这一冠还有一项更重大的意义 那就是这次纳达尔十年内的第九座法王冠军 他几乎称霸了这项大满官赛事 成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红土传奇 纳达尔不只是法王的代表人物 往后每当人们提到红土赛事 就一定会想起他的名字 虽然纳达尔靠着法王重新站上巅峰 但伴随着伤病再次袭来 他的辉煌生涯也很快的就跟着陷落 手腕的伤势让纳达尔的表现开始下滑 同时蓝尾研发作也让他不得不接受手术 迫使他只好提前结束2014年的征战 原本外接看好只要等到纳达尔康复 他就会和过往一样再次席卷网谈 但这次却让大家失望 2015年纳达尔不仅整年没能拿下任何一场大赛的冠军 连他常年主宰的红土赛事也都一一陷落 法王更是被乔克为奇给挤落 让他的世界排名还差点落到10名之外 是过去10年来最差的名次 而到了2016年纳达尔的状况也并没有多少好赚 他整年人就只拿下了蒙蒂卡罗大十赛的冠军 除此之外就未能再拿下任何一场大赛的冠军了 要说唯一的小亮点大概就会理约奥运的双打 让他再次尝到金牌的职位 只是正当人们认为这个网谈老将身手已不复存在 这头沉睡已久的猛牛已经休息完毕 准备再次踏上战场 2017年纳达尔完全重新振作 马上在年初就冲击了奥王 并一路打进了决赛 其实2017年只换乔克为奇饱受伤势困扰 导致整个网谈顿时失去了一大强敌 这让纳达尔和费德勒睽回了整整六年 能再次在大满关的决赛碰头 而最后费德勒就在五盘大战中带走胜利 虽然奥王纳达尔没能拿下冠军 但对他来说这已经是好的开始 而他也把接下来的目标放在再次称霸红土赛事 纳达尔先是在蒙蒂卡罗大师赛拿下冠军 也是他生涯第50场的红土胜利 超越过去网谈记录49场 正式登基为红土历史第一人 紧接着他要在马德里大师赛蝉联冠军 是他生涯拿下了第五座马德里大师赛冠军 不仅一样是这个大赛的新纪录 这座冠军更让他嘴平了乔科维棋 成为历史上第二位拿下30场大师赛胜利的 真网球大师 接着再来到重头戏法王 纳达尔不仅一扫了过去一年的阴霾 还整届大赛都没丢到一盘 对 这些法王他也完全没有丢到一盘的超水准表现 顺利抢回了自己的法王冠军 第十座的法王冠军也让他成为了史上第一位 单一大满贯拿下双位数冠军的选手 至于在法王结束后 他又拿下了美王冠军 在少了费德勒 乔科维棋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纳达尔终于在年末重回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使他生涯第四度成为世界球王 宣告他的时代还没有结束 红土之王已经归来 纳达尔经过了三年 总算再次问鼎世界第一 但他的年纪也渐渐追赶了上来 使得他不再有年轻时一样的快速恢复力 2018年的表现也不再像2017年一样耀眼 但唯一不变的是 他还是拿下了法王冠军 只有这点他绝对不会退让 法王已经不单单是一场比赛 更像是纳达尔的一项使命 他希望透过法王带给球迷最高张力的演出 球迷也都寄望看到他继续称霸红土赛场 于是从2018年开始 纳达尔又再度残年了四年法王冠军 生涯13座法王冠军奖杯 将被视为是网球界最难被打破的一项障碍 除了之外 蒙蒂卡罗红土大师赛 他也在2018年时拿下了第11座冠军 罗马红土大师赛 他也在2021年时拿下了第10座冠军 再加上先前称霸五届的马德里红土大师赛 四个目前最大的红土赛事 纳达尔的生涯就掠夺了共39座冠军 从他生涯第一次参加大师赛的2014年开始 这四个大赛有超过一半的冠军数都在他的手里 并且只要他有残赛 那胜率更是超过90% 绝对的统治 无人能处其忧 纳达尔生涯在红土战场出战了超过500场比赛 总共拿下了468场胜利 胜率同样也超过90% 比乔克维奇的硬帝更具宰资力 比费德勒的草地更难被攻破 或许我们不会说纳达尔是网球界的历史第一人 但只要让他踏上红土球场 他绝对就是史上最强的红土之身